说到老井拥开了 吃着狗屎的雷震春 然后举条软轮 正想打到张野仙的头壳顶上 就在这个时候 那位雷长郭廷山拦着他 他走到张野仙面前 张先生 俗语讲得好 息时务者为俊杰 你一直在你的体相馆里面 发你的国师梦 大概还不知道 今天的时势 我讲多少你听 昨天 十月二十二号 也就是袁世凯接受拥大 自称洪宪皇帝的第十日 云南将军赛岳唐鸡瑶 和全省的文武官员 已经召开了誓司大会 杀血为盟 拥护共和 誓司起义 他们要讨伐袁世凯 而且定落了十月二十五号 也就是后日宣布独立 成立军政府 组织护国军 发动护国战争 贵州的督军 已经准备和他们的呼应 很快也都举起 土原护国的大旗 又是支持在全国各地 秘密存连 准备组成全国式的反复的军事同盟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不是你的风水断言 而是现在的形势可以分析得到 袁世凯 我这个红宪皇帝 不会做得多久 很快就会遇到灭顶之灾 你如果配合我们 按照我们的要求 召开记者会 那就会加速袁世凯的灭亡 你 也都算是为 共和国 立了一功 如果你一意孤行 硬要和袁世凯 殉葬 我都没办法 但是 我必须要提醒你 你这个殉葬品的下场 是很悲哀的 你不是有个 如花似玉的小师妹吗 我听说 你很爱她 你的小师妹 也都非常爱你 但是 麻烦你想想 如果你变成像雷镇蠢 连狗事都会吃的傻子 你小师妹 从会爱你吗 到时候 你的小师妹 就会投入人家的怀抱 你的家人 或者会照顾你 但是正所谓 狗病藏前无孝子 你家人 又可以照顾你多久呢 遲早 你这位一代神相 都要流到街头 去克食 去成为众人的笑兵 将夜线被你翻书 或者就震动了 看着老郑 高高举起一条远军 又看一看 正在地下 执着狗屎 吃着的雷镇蠢 唉 郭女长 你可不可以痛痛快快 给个结局我啊 反正我都是死路一条而已 如果你按我说 召开记者招待会 那你又怎么会死呢 袁世凯有几大势力啊 恐怕没等到我和记者说完说话 那些军警就会冲进来 捉我走了 看来张先生 真的由武功山下来 都不知道现在中国的形势 这里是天津的日本租界 你召开记者招待会 也都是租界之内 你会见的记者 大部分都是外国记者 就算有几个中国记者 肯定 也都在我们安排之下 是持反对袁世凯立场 那谁会来逮捕你 有谁敢来逮捕你 开完记者招待会 你立刻可以躲起来 躲去云南 或者索性你去外国 几个月之后 袁世凯一想桌 你再回来 虽然做不到什么国师 但能够成为反元护国的知识 岂不是一样可以得到民众的欢迎 听完这番话 张也先仔细地想想 他实在没办法想象 那个美弱天天的小师妹 会和那个流着口水 在地下执狗屎泥食的傻仔 在一起吧 难道 难道我真的 师父呀师父 我现在终于明白 当日 光帅皇帝失败之后 你所遭受的情形 好了 那我就听你说话了 几日之后 在天津一间公馆的门口两边 有几个博人装束的大汉 手在两边 就好像在手门口 又好像准备迎接什么贵客 有位圣阳的记者 拿着请柬来到公馆门口 看看门牌号码 又对对手上的请柬 请问 这是不是国公馆 是 我是顺天时报的记者 我得到一张很奇怪的请柬 说凭这张请柬来到国公馆 公馆的主人 就会告诉我听 很有价值的新闻消息 不知道真还是假 真 先生 请跟我一起进去 过了一阵 又有一个一头金发的外国女人 来到公馆门口 请问小姐是不是记者 是啊 我是英国太阳事报的记者 哦 小姐 请跟我来 当女记者在博人的带领之下 走入客厅 客厅里面已经坐了二十几个客人 有男有女 还有几个外国的友人 大多数都带着影响机 显然 这帮都是记者来的 有一个白人 见到太阳事报的女记者 进来就马上起身招呼了 哦 Mary啊 哎呀 想不到这么快 我们有见面了 Smith 刚才 我们在街口遇见的时候 你不是说 黎天津是采访那位黎人章的吗 这说国公馆 不是章公馆的 哈哈哈哈 Mary啊 你和我说 你这次不是来采访新闻 黎天津是吃狗不理包的 不同你的地方 是那个狗不理包的铺头吗 哈哈哈哈 如果我知道你也有请假 我一定会跟你一起来的 哼 或者你会想办法 叫我走 等你们华盛顿邮报 抢占独家新闻 史密斯非常无奈地 在袋里面 扔出张请柬 说 你这个派请柬的人 他玩了我了 他跟我说 我会得到独家新闻 但是想不到来了这么多记者 哼 史密斯先生 不是你只是被人玩 我们所有人都被人玩 和我送请柬的人 还特别强调 因为公馆是设在日本组间内 所以会特别照顾我们日本记者 给我们一个抢先报道的机会 哦 那么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新闻吗 不知道的 我是第一个到的 我连主人都没见到的 我问了几次了 他们说 一会儿一会儿 再一会儿 就会有种大新闻的 哦 那么 你们知不知道 这个主人的身份是什么呢 不知道的 他们的口风很严密的 什么都不肯透露 一个中国记者说 就是因为神神秘秘 我更加感到这个主人的身份 一定非同小可 而他 要告诉我们听的新闻 肯定得很有爆炸性 就是这个时候 老井走进来了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不好意思 要大家等这么久 整班记者 看见到 啊 终于有人出现了 即时含了声 围袭上来 哦 你是主人吗 你归星的 你要宣布 是什么新闻 有些人 甚至 举起那盏闪光灯 就准备拍照 老井就即时挡住自己的臉 不用跟我拍照 也不要乱 我这时候 是有新闻要告诉大家 但是 我不是主人 我只是奉命出来 告诉大家 大家听几件事 大家不要拍照 你们拍照 我就不讲了 日本记者一听 马上站起身 挡在老长面前 慢地和大家摆手 好了好了 不拍照 不拍照 但是首先 我想请问 你们的公管主人 在哪里 这个 正是我要告诉各位听 这个公管 并没有主人 公管原来的主人 去了法国 只是留下两位博人 在那儿 看着这间屋 公管的主人 和今天要宣布的新闻 没到任何关系 所以 你们根本没必要了解 谁是公管的主人 和大家化请柬 请大家来的 另有其人 是这个人 租了这座公管 来和大家见面 应该说 他才是今天 这个记者招待会的主角 现在 我们就请他出来 和大家见面 跟着老井 向旁边一扬 只见 在屏风后面 长素飘飘 潇洒如先的张野仙 就卖着 稳重的步伐 走出来了 整班记者 一见到他 都觉得很奇怪 哎呀 张铁嘴 纷纷地涌上前 和他拍照 张野仙 双手抱拳 向一帮记者 作了个四方一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成蒙各位光临 在这里我表示感谢 刚才 我在里面听见 有记者先生 鼓话 今天邀请大家来的主人 一定是他的身份 非同小可的人民 那这位先生恐怕要身旺 在下 论身份来讲 不是什么非同小可的人民 而是一个 下九流的体上先生 不过 有一点 我可以跟大家讲 在下今天 要跟大家提供的新闻 就算不是爆炸性 都是非常重要 因为在下这种新闻 同一个人有关 而这个人 他的身份 才真正非同小可 因为他当今 中国第一号的人民 红献皇帝 袁世凯 整班记者一听 杀了声 杀事静 哇 这个张铁嘴 谁不知道 他有几多神奇的故事 还有他和袁世凯之间的关系 刚刚总统府 才传出的新闻 说张野先 为袁大总统 红献皇帝 袁世凯 拆过国运 说他登基之后 国运救救场 咦 那今天他爆什么新闻呢 无论什么 这件新闻 一定会根据爆炸性 今天在座 《亚细亚报》 就对在下测试 作了很详细的报道 然后有十三家报纸 转载了亚细亚的文章 其中还有三家外国报纸 在下很详细地看了报纸上的文章 大家都说 当时袁大总统 写了个九字 让在下预测他的霸业 讲到这里 张耶线拿着一张 写了九字的字帖 递给众人看 报纸说 在下最后测出的结果 是中华帝国永随万世 袁世基业 九九长 这些说我要跟大家讲清楚的是 这些说话 不是我张铁嘴讲的原话 是有些人别有用心 硬硬加在我头顶 当时袁世凯先生 确实问过我 袁家在这个皇位上面 能够坐多久 我也确实说了 九九长三个字 不过我这个九九 不是永久的九 而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九 九九长 即是九九八十一 我已经由这个九字里面 拆出来 红宪皇帝的皇位 最多只能够坐九九八十一日 现在他已经坐了十几日 各位 可以拭目以待 袁世凯如果只做八十日的皇帝 比八十一日少了一日 又或者他居已经做了八十二日的皇帝 比八十一日多了一日 就算我张铁嘴看相不准 拆字不靓 你们可以拆我招牌 甚至在我面上吐口水 在下 绝不反抗 哎呀 这句话说出来 影真够轰动啊 整班记者马上涌上来 闭嘴呆轰轰轰轰轰轰轰超ум gera轰轰轰 《天时报》是以报道新闻 够快够准而得人清道 尤其是报道一些敏感的政治消息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日本的背景 所以它不单不怕触犯权贵 反而如果越是有权贵当权者的新闻 它越是向众心挖挖 正是因为这些特质 而受到独者的广泛欢迎 北京很多衙门都订了《顺天时报》 但是街头的报道又比绝大多数衙门的门房 传送报纸的速度快得多 当雷镇春看到 刊登着张野仙在天津召开记者招待会内容的《顺天时报》的时候 这张报纸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 最少已经卖出了三五千份 看完了这份报纸 这位军警执法处的处长 马上意识到这件事非常严重 他即时打了自己的电话 问明情况 跟着报纸人手 采取措施 跟着 才拿着报纸赶去袁克定住的地方 其实他带报纸来都是多余的 当他见到袁克定的时候 袁克定在办公台 正是摊开一张同样的《顺天时报》 由此来我要枪毙张铁嘴 我要趁手拖掉它 老女 你快点 快点给我抓住张铁嘴来 大公子 这个张铁嘴在天津租界召开记者招待会 跟着全国已经有三十几家报纸 刊登了这条消息 国外的报纸都还没算 其实雷震春 他并不知道 现在有多少张报纸登了这条消息 不过 他是有得估计的 《顺天时报》报道里面 说明当日参加记者招待会 有二十几个记者 估计现在国内的三四十家报纸 没登这条消息的都不多 今早早我一看到报纸 马上叫军警 去张铁嘴的看相馆捉人 但是 原来他已经失踪了四天 我看相馆已经报纸好 只要一见到张铁嘴的瓦头 马上抓他 同时也发出了全国的统緝令 这个看相佬的走不掉 迟早都会落入我们的罗网 但是最头额尺的就是 现在应该怎么向皇上交代 其他报纸你可以不管 这张《顺天时报》 是日本人背后支持的 皇上天天都要看 上面登了日本人 对我们复辟帝制的非议 恐怕皇上看了这些消息 肯定会龙岩大怒 后果 实在难以估计 袁克定也很投赤 是啊 阿爹的老人家自从称帝之后 就一直龙体为和 如果他知道张铁嘴 现在嘴咒他 只能够做八十一日的皇帝 说不定 真的会病起上来 要是这份《顺天时报》 我立刻叫人不要送给他看 那怎么办 如果皇上问起上来 那怎么办呢 避得个今朝避不过明天 避得个今日就好办 我们立刻印刷厂 用着《顺天时报》的格式 重印一份《顺天时报》 上面的内容 全部都选他喜欢听的来说 只要皇上龙体安康 他什么都不怕 老雷 这件事 你跟我做 那 不如属下 全力去捉拿张铁嘴 印报纸的事 你另外找那个 你不敢做 太子爷 这件事 如果串了煲 那么欺君之嘴 属下怎么担当得起 袁克定想一想 都觉得这件事 如果真的由雷震春去做 那实在是太难为人 好了 这件事 我自己来做 你给我快点捉住张铁嘴 是 那各位 划分两头 袁世凯清帝 现在张铁嘴呢 又穿他煲 咀咒他只是做八十一日的皇帝 这件事 即使牵动很多人的命运 那么有个人 我们很久已经没对他交代过 这位 就是和袁克定定了婚的 以前的倒屎塔 做过乞衣女的 麻贵花 自从和袁克定定婚之后 袁家就专门买了一座公馆 给马贵花两妇女居住 公馆靠近东直门 单家独户 四周围都有高大的围场 环境非常优雅 公馆很大 有成二十几间房 在后面 还有一个很开阔的后院 马氏妇女以前都是专门服侍人的 现在被人服侍 哇 加小了 专门 在公馆里面 配有保镖 洗婆 丫鬟 车夫 厨师 加一起住了成二十人 过到这样的日子 马二叔都不知道觉得多疏干 但是 马贵花就一点都不觉得习惯 他觉得在这里住 不好玩的 而且很拘紧 很拘束 他甚至觉得 这座公馆有点像监仓 袁克定请来的家庭女教师 宋老师 是一个很严厉的女人 简直就好像一个监头 每天都要她读书写字 这样都没什么了 那就是为她好而已 而最拿命的 就是要她学过那些很烦人 又没什么意义的所谓的礼仪 好像说 大家龟兽 要怎么走 怎么站 怎么笑 见到人要怎么称呼 哎呀 每天都要学成四个钟 四个钟啊 就是整整两个几时辰 他今年才十七岁 手脚灵活 如果走到路上来 都不知道给宋先生快几多倍 但是呢 那位宋老师就说 你不准走 走路的姿势呢 要符合第二天做皇后 现在要大家龟兽的规矩 要从头学过 喜指行路啊 吃饭 怎么吃 喝水怎么喝 穿衣怎么穿 坐在那里怎么坐 甚至啊 你要笑 都要合乎礼仪 那样 不能够大笑 只能够由嘴角那里 轻轻的背上去 咪咪咪咪咪咪的笑 哪一样不合乎规格 不合乎礼仪 又全部从头学过 哎呀 那你起不是整股人吗 马桂花已经很多课 都不想学的了 甚至呢 还吵到袁克定那时候 只但一样都没结果 最终 虽然宋先生宋老师 是让了步 每日给他一个小时的 自由活动时间 但是 礼仪科 如果慢一 你学慢一点 学错一点 那个小时就要扣了去的了 哎呀 这个小时就多么宝贵 每日都只有这个小时的时间 他才可以一个人 在大街上 走来走去 可以自由活动 今天呢 又是马桂花 自由活动的时间 他走到来十字街头 哎呀 见到一样 好有趣 好好玩的东西 走到来十字街头 不要